好 觀眾朋友 下午好 歡迎收看標股及先鋒 我是王秀文 台股今天是走勢震盪 中場勉強收紅 是小漲23點 是以21,796點來作收 而接下來這個行情 應該如何觀察呢 我們今天馬上問你 請教到專家 我們歡迎知識分析師 林中祥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同學 大家好 好 我回顧一下 今天台股的表現 其實今天在個股的方面 是由鴻海領金 漲近3% 收在181元 而另外是看到台積電 它是漲1元 收在941元 漲幅0.11% 現在盤面是以電子族群 表現還是相對強勢 我們今天要幫觀眾朋友問一下 老師接下來還有哪一些的 類股架構是值得關注的呢 好 首先台積電終於不會跌停漲停 台積電有時候會跌停板跟標股一樣 跌停板的隔天漲停板 對不對 終於台積電現在比較正常 狹幅的震盪 總不能台積電每天漲停 每天跌停吧 對不對 那今天鴻海動啦 所以鴻海家族 欸 我一直在台積電我一直在台積電裡面有寫的 同學 我一直有寫有寫的股票 今天訊心就漲停板 對不對 所以我教同學在這裡 股票好幾千檔 一千多檔兩千檔 你就挑幾支你熟的股票再做就好了嘛 對不對 連電就50塊到55塊這樣 對不對 現在就不會動啦 台積電到了940塊左右 你以為它會再跌停 它會再漲停嗎 不可能了嘛 對不對 來我們先看一下台積電 台積電你看 今天最低多少937 對不對 最高945 就是正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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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最後一盤的時候台積電翻紅嘛 所以指數翻紅嘛 所以同學啊我在這裡要教同學就是 你要找有量的股票來做嘛 啊什麼股票來 你有沒有加賴 加賴我會告訴你啊 我是不是一直告訴你 同學 我是不是告訴你 對不對 台積電啊差不多差不多補缺口了吧 我跟你講啊 安國啊神盾 我說神盾未來出量會比安國強喔 我一直跟你講 安國比較好當抽 但是昨天晚上我發覺神盾的價差比較大 我也沒有事先告訴你嘛 來看一下今天台北股市 安國安國一樣啊 對不對 開盤打下來165啊 欸老師你寫165耶 178 老師最高才175 165175差不多啦 尾數就是2就是5就是8嘛 我已經教過你100次以上了 我告訴你指數個股就是258258258 為什麼258很奇怪 啊老師這幾年的經驗就是這樣子 哈哈哈很準啊 我告訴你啊 在這裡來看神盾會比較強 你看今天的安國 對不對 漲5塊你看神盾漲多少 神盾漲9塊半 老師你怎麼知道 來看一下神盾我寫多少 你不要追嘛 312 212 大家來到225 最高多少 223 收盤223 對不對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神盾這裡有一個缺口 這裡有一個缺口啊 對不對 所以神盾會比較強啦 安國呢 安國都沒有缺口啊 對不對 所以同學啊 你要懂股票怎麼做嘛 老師 最近IP股在這裡振 不會喔 你看一下喔 今天 比較強的是不是四星KY 來 四星KY看一下 外資小買 2250到2380 來 最低多少 2230 老師你不準 差不多啦 你22 開盤以前 光2250買的到啦 欸 收盤多少 收盤多少 2380 看到沒有 欸 2250 2380 130塊錢 一張就 13萬多 10張就 100多萬 你也不知道怎麼做 對不對 同學 好 我在這裡啊 跟你講 當沖隔日沖啊 無懼盤勢的上沖下洗啊 就是沒有負擔輕鬆操作 好 同學 你不可能每一檔股票都會做啦 你就挑你自己熟的股票再做就好了嘛 我在這裡 我也不知道我要講多少遍 來 加LINE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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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同學加LINE以後 加LINE的對不對 來看一下 有很多同學加LINE以後 然後也不留電話 我怎麼通知你 一通電話只要一塊錢嘛 試試看 欸 我跟你講喔 同學 你們記得喔 當沖 大概就是怕 老師 當沖風險很大 我跟你講當沖最沒有風險 為什麼 你不可能買了跌停板賣不掉 氣氛已經改變 欸 上個禮拜 記不記得跌一千多點 連台積電都會跌停 所以你當沖 你就不好玩嘛 那最近氣氛整個改變了嘛 對不對 整個改變 你不可能買到以後跌停板 我舉例來說好不好 你看一下四星KY 我說你黑的敢不敢買 你不敢買啊 你沒有老師帶你怎麼敢買 他是不是拉上來 對不對 啊 昨天一千三百張 今天兩千五百張 量是不是放大一倍 震盪幅度就放大一倍嘛 那為什麼創意 衝高又拉回 欸 收盤給人家收上來了 為什麼 因為他量不夠嘛 對不對 那你該叫艾普 也是漲啊 最高295啊 很準欸 258嘛 早上打到288你也不敢買 啊來到這裡 他要有量他就會攻喔 他沒有量就整理啊 你看一下 智原也一樣啊 智原我昨天寫多少 278 老師你不准 來我們看一下智原今天最低多少 275 尾數就是5啊 就是8啊 收盤呢 28 好像285 也是10塊錢啊 同學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行情就這樣子啊 行情不是我能夠控制的 也不是外資能夠控制的 也不是政府基金能夠控制的 有量震盪幅度就大嘛 沒有量震盪幅度就小嘛 就這麼簡單的道理你們都不懂 對不對 同學來看一下 好 這本我寫的 技術分析 對不對 你要看量啊 沒有量他就不會動 沒有量的震盪幅度就很小啊 有的話震盪幅度就大啊 同學我一直跟你講 明天帶你做好不好 欸 所有會員聽喔 我明天明天一定一定要做當沖啦 啊 當沖最沒有負擔 收到抗訊就開始做 啊不要每天 一天到晚只想做 創意四星愛普資源 這些股票沒有量你就不要做 做有量的嘛 對不對 老師昨天不是跟你講 啊 神盾 比安國會強 老師你怎麼會知道神盾 會比安國強 前面都是安國比神盾強 為什麼你怎麼知道 現在神盾會比安國強 因為缺口嘛 要缺口要補一下啊 對不對 欸這跟公司的獲利沒有關係啊 啊 老師有的股票這個 EPS75塊85塊95塊 這個我告訴你 跌停板一樣跌停板 連台積電都會跌停板的 你賺100塊的股票也會跌停板嘛 但是如果沒有量 沒有人在玩的股票 本來就不會震盪 對不對 看我的節目你都知道 對不對 來 來同學 好 我跟你講 來看一下 湯蔥 把握下列的原則 買強不買入 當天來看 空弱不空強 還有量能的變化 沒有量就死了 對不對 沒有量就沒有價差 還有昨天 昨天 昨天很多 同學都說 老師那個中芯店喔 喔 業績很好喔 今天一開盤跌停板 對不對 看一下 不是有人說中芯店很好 欸中芯店連漲三天了呢 啊這一開盤 跌停板 開盤 163.5 開盤是不是跌停板 嚇到嚇死了 不要去賭嘛 那你昨天買到的 一開盤跌停板 你有沒有傻眼 哇老師怎麼辦 發生什麼事 中芯店是揮秀儲啊 沒有啦 沒有揮秀儲 他前幾天漲太多了啦 我們看一下中芯店 你看 中芯店從多少 一百四十幾塊漲到多少 漲到昨天的高點 一百八十四塊半 漲了四五十塊了 就修正一下嘛 所以同學 我問你啦 你如果做當沖 你像做當沖隔日沖 你昨天中芯店已經賣掉了 今天跌停板你會怕嗎 你不會怕啊 如果你的老師帶你昨天去買中芯店 結果沒有沖掉 結果今天一開盤跌停板 老師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對不對 同學我講有沒有道理 所以我問你啦 當沖隔日沖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 無懼盤勢的上沖下洗 而且沒有負擔 如果你昨天有中芯店 你已經把它沖掉了 因為昨天漲很多嘛 今天跌停板跟你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嘛 我舉例來說 我再舉個例子來說 今天如果說 你說 老師我看你的節目 你說神盾可以買 我問你啦 神盾你掛212買 最高20最低208 你一定買得到嘛 來到223 你是不是賺11塊錢 賺11塊錢你把它沖掉了 老師衝掉好可惜耶 不會啊 明天說不定開盤跌8塊啊 啊老師 萬一明天開盤漲8塊 漲8塊跟你也沒關係 因為你今天賺的 已經放在口袋了嘛 是不是已經放在口袋了嘛 你有什麼好怕的 對不對 所以同學 當衝隔日衝啊 根本不要怕這個盤勢上下震盪啊 對不對 我已經跟你講過一百遍了 對不對 來 同學 對不對 低檔 低檔股起漲 回補缺口 高檔股回跌 值得昨天跌停 你前天去買的昨天跌停 昨天跌停 今天就不跌停了 對不對 啊問題是 你已經沖掉了 你管他跌停 昨天跌停你沒有這麼好怕 萬一你是空手的 昨天跌停你想 喔有低點 我今天下來買 我搞不好再沖一趟 所以你不用擔心嘛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嘛 台積電的缺口 四星的缺口 四星今天2380 老師你怎麼可以寫到2380 收盤價 高低點你看一下 這個差一百三十塊 其實高低點不只差一百三十塊 因為他今天盤中的低點 比2350還低 所以差一百五十塊 所以同學 難做嗎 不會難做嘛 你看一下加入我的LINE之後 加入我的LINE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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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學 最近加入我的LINE的人太多了啦 哎呀 加LINE以後大家都在想 來看一下 加LINE以後你看 這家那麼多加LINE的 每一個都說 老師 標股在哪裡 怎麼做 做哪一支股票 我怎麼知道你人在哪裡 有幾個同學還不錯 留電話 我不是跟你講嗎 前幾天有一個同學來找我 他因為有一些股票 融資買的 套牢在比較高檔 我說慢慢慢慢幫你賠回來 對不對 這幾天 雖然賺不多 便當錢以上一定有 對不對 艾普今天價差也不大 大概 七塊錢 我們沒有買在最低賣在最高啦 最少有五塊錢的價差 五塊錢的價差 對不對 他做五張也賺了兩萬五 這難道不能做嗎 他沒有量就 他沒有量震盪幅度就小 價差就小嘛 他早上還問我 老師 神盾能不能做 我說神盾可以做啊 你不要掌上來再買啊 來同學看一下 黑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敢買 老師 不行耶 黑的打到跌停怎麼辦 氣氛已經改變了嘛 跟你講多少次你都聽不懂 對不對 每個老師都很厲害 收盤都是掌停辦 有哪一個老師跟你講 昨天告訴你 昨天晚上告訴你 神盾會比安國還強 而且安國的高點低點 神盾的高點低點 你看差多少錢 低點差四塊錢 高點差兩塊錢 這個低點差五毛錢 高點差三塊錢 高低點難道騙你嗎 我不會騙你 我騙你幹嘛咧 對不對 每個老師都很準 我參加那個老師很準 買了就掌停 賣了就跌停 那你介紹給我 我來參加他的 都是馬後炮 我告訴你 每個老師都是馬後炮 只有我 每天晚上花時間在寫這個東西 寫得這麼辛苦 你也不聽 每天在問名牌 你就找你懂的股票來做就好了 好 我們交還給主持人 感謝老師的分析 我們馬上休息一下廣告回來 持續回來再帶老師 一起來關心一下股市的賣董 歡迎您回來標股及先鋒 我們先帶您觀察到今天三大法人的籌碼動向 今天的外資是賣超了50.9億元 另外在自營商是賣超了38.8億元 投信買超56.73億元 所以合計三大法人是賣超了32.97億元 現在看來市場是近代美國CPI公佈 整體是呈現了量縮震盪的格局 觀望的氛圍很濃厚 馬上邀請老師再帶大家一起來持續關注一下 台股的後續表現 好 同學你要記得 股票操作找有量的做 不要找那個成交量幾百張的 那個我也不會帶同學去做 為什麼 成交量幾百張我問你 你買到 你要賣給誰 你搞不好自己買10張就變主力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老師在這裡都講成交量大的股票 有成交量小的股票 我連講都不要講 那你要注意到每一家公司有每一家公司的股息 對不對 有的股票就是很會漲啊 對不對 前一陣子精彩就很會漲啊 這一陣子在休息就給他休息啊 啊 因為台積電的封裝就是精彩 啊 鴻海的封裝是誰 就是訊星嘛 對不對 所以前幾天你有沒有注意到 當鴻海在休息的時候 訊星連動都不會動 軟趴趴 對不對 今天鴻海一漲了 訊星就漲了 對不對 啊齊鴻 昨天開高走高漲停板 啊你就很想啊 齊鴻刷紅 老師昨天刷紅漲停欸 好今天開板去追 追高多少617 啊你一追呢 啊動動動動動動動 對不對 欸他成交量有放大喔 老師為什麼會這樣啊 很簡單啊 你看一下這一個缺口 這一個缺口 啊你以為這樣直接漲停板過去啊 莊夏威也這麼可能 那其他的股票都不是股票 台積電聯電都不是股票 對不對 來我們看一下聯電 聯電看一下2303 你看聯電 最低54塊3 最高54塊9 啊聯電有什麼好做的 不會漲不會跌啊 那老師我去放空聯電會賺錢 拔布 老師我去買聯電一定會飆漲停 拔布 他本來到55塊就 欸聯電在這裡從50塊到55塊 就在這裡橫盤了嘛 這種本來就是大牛股就是這樣子嘛 很奇怪欸 欸聯電當充的還有 還有幾千張上萬張欸 啊你們錢太多 你們家開台灣營養就對了 你知道啊 手續費都不夠 老師 投信天天買 要買讓投信去買嘛 跟你也沒關係 跟你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同學 那老師我看你這個自選股裡面 都是這幾檔股票 老師我我一直有注意你的節目 老師你有訊息你看一下 老師你前面有寫過 這個活不活潑 這活不活潑 這不要多嘛 啊 怕做個兩張也好 對不對 有膽子 相信老師做個十張也可以啊 對不對 有錢做個一百張也不錯啊 欸 成交量七千多張欸 掌停板鎖兩千多張欸 你本來就是找有量的在做嘛 就要做那個沒量 自己在那邊衝來衝去 衝來衝去 現在財政部這邊又講 開放那個獻股當中 很多小白都不會做 就做一些我也搞不清楚 那個成交量幾十張的 來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成交量很小的 有啦 有啦不會騙你的啦 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家計 好公司啊 成交量三百張 是怎樣你一個人再玩就好啦 欸老師前面有 有老師介紹過了 介紹過他介紹 沒有量你就不要玩他嘛 沒有量也不會漲也不會跌嘛 對不對 成交量三百張 台勝科也是好公司啊 台塑集團的啊 成交量一百七十八張 對不對 以前很會噴啊 沒錯啊 但是現在 量就不在他身上 他也不會跌啊 今天還漲耶 但你要做這種 那你自己去做 我沒有辦法 對不對 還有同學 看一下 第一個嘛 買長不買弱 還有你注意到 事先鎖定個股 不要在盤中任意改變心態 對不對 盤中量價關係的掌握 還有 各股的股性 IP股本來就是震盪幅度很大 會漲停會跌停 老師我 老師我前一陣子買 那個台北股市跌一千多點 那個IP股 這個 神盾都跌停 股性已經開始改變了 對不對 老師前面叫你不要買神盾 那是為你好 那為什麼現在神盾 就比安國活潑 因為老師了解嘛 老師每天晚上在做功課 在這裡做股票的人 老師怎麼會不了解 對不對 同學 所以我們在這操作就是這樣嘛 你看一下環球金 對不對 好公司啊 真的好公司啊 真的好公司啊 徐秀蘭啊 台灣的金援一截啊 臺灣的金援一截啊 看成家量多少 900張 他 你去做空 賺得了錢嗎 也賺不了 你去做多 賺得了錢嗎 也賺不了嘛 對不對 徐秀蘭好公司 本來就好公司啊 我沒有說 徐秀蘭 我真的是 蠻喜歡這個 這個所謂的 競贏者 因為他都講實話嘛 跟大力光一樣 對不對 但是不會動就真的不會動啊 做多也賺不了錢 做空也賺不了錢 那你就要找會動的股票嘛 量在哪裡 同學 當衝隔日衝 好不好 我不管你有沒有參加別的老師的 你有興趣你就打電話進來 我們天天帶你做 所有會員也聽討 我明天就要開始做了 其實今天也有做啦 今天做了一下這個 艾普 賺得太少了啦 說真的啦 賺個五六塊錢 我真的很丟臉 我真的丟臉 因為沒有量就沒有辦法 所以同學 趕快 當衝隔日衝 趕快打電話進來 一通電話 一塊錢而已 好 準備還有股票 我們交還給主持人 謝謝老師今天的精彩分析 也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王宣文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